台湾游客到最爱的日本报复兴旅游,陆续发生争议。台湾旅客订了日本九州汤部院村温泉饭店,却没出现导致饭店损失5万6千元,业者痛心从没碰过这样的台湾旅客,另一是6台湾人赴日点3碗拉面轮流吃被制止,然后吃面旅客被店家制止后,不仅怒批店家不通人情的死头脑,还在Google上刷一新复评。 该名台湾旅客在Google上刷一新复评,并描述当天用餐过程,图结图自Google地图。关于前者,在独卖新闻报道该事件后,甚至有旅游业者出来表示台湾人放鸟状况并不罕见,该饭店业者也认为心目中的台湾旅客不是这样,痛心认为被台湾客背叛云云。总之原本该顾客要付半额赔偿,最后决定全赴,业者因此出面发声仍相信台湾人。 有权赔,算是有圆满解决,但整个事件的解决,当然是透过网络公审,前面就有提到台湾人放鸟状况并不罕见,我想也不是人人都愿赔偿全额,只是这次事件闹大了,所以才会有权赔的结果,因为事件发展过程是。 一、第一次的致电协商,李姓男子请太太表示恢复半价赔偿金,这让汤部院村温泉饭店无法接受,认为这笔订单损失超过一个员工薪水,双方谈不拢。 二、日本温泉饭店上网踢爆此事。 三、经过一夜思量,李姓男子亲自致歉,表示会原价赔偿。 汤部院村温泉饭店也表示,做服务业,以何为贵,愿意和解,希望风波就此落幕。 我们可以发现,由于台日关系的特殊,当店家一上网说认为心目中的台湾旅客不是这样,痛心认为被台湾客被判后,台湾网络评论就开始公审该台湾人,该台湾人最后决定赔全额,大概也是因为人言可畏。 毕竟,这个被台湾客被判的指控于5万6千元比起来,要是该台湾客被人肉搜索出来真实姓名,往后在台湾的日子必然很难过。 另一个事件中,因为不满店家服务就去Google上刷一新负评,这不是很台湾吗?包括三碗面六人吃,这些行为也是台湾人反复惯形的天然成分。 总之,这件事也被台湾网络公审,就不知道会不会被肉搜,然后被全台湾人唾弃。 我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。 一,我不认为这些事件,足以代表多数台湾人,但难免影响相对人,对台湾人的观感。 二,无论是店家或顾客,都透过网路讨公道。 三,当日本店家因此对台湾人失望,台湾网民有一股极强大的压力,会让当事人认错。 前二者会在全世界有网路的地方发声,但台湾网民公审让当事人,改变行为的压力,确实极度强大。 这也让我想起2018年燕子台风侵袭日本事件中,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贝卡神杨慧,如于操控网军蔡明福等人,利用PTT发文造谣带风向,侮辱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烂道不行,垃圾老油条致其死亡的事件。 这两个事件其真相是否已经足够完整到让网民公审? 就像当时某些台中医中学生利用王力宏当梗图计校音乐老师,而且其报告根本是大抄袭,但事件一开始却是全台湾包括各媒体集体攻击老师,完全无视许多台中医中男学生,长年以来霸凌该女老师,甚至放到网路上公然侮辱加重诽谤的大背景。 在这两次事件中,爽约确实不对,刷复评则很常见,日本人可以学到的是,如果你们遇到台湾顾客的行为,让你们不满,靠网路解决是康庄大道。 台湾人能学到的是,不要以为日本是台湾,因为两地风土民情大不同,台湾人去日本玩还肩负着台湾的形象,在海外绝对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台湾人,并且把台湾那套带出国,千万时时刻刻要对日本奉公手法,不能给台湾大丢脸。 Blackjack2022年1月23日,台旅客无故No Show,日本温泉饭店痛心损失,5.6万网友其撒罚。 2023年1月22日16点34分联合报记者,世俊哲,基石报。